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回來幫我看 老師 我們去到謝庫 或者去到一間廟 我想做功德 我是否說 那裏通常有個香油箱 我是否賺一百幾十元 然後官音娘娘就可以收到 然後就可以福音我們 其實在《地藏經》裏 第十一品 第十一品 他就說 《若諸小國王》 下心含笑親手騙布施 或使人師 軟然惟愈 軟然惟愈是說一些好的話 去安慰別人等等 這些真正的布施 不是說你就這樣給錢 去做這些慈善的事 這些就叫做功德 而且這間廟拿了你的錢 是否做慈善的事 還是他去養兒獄女 他自己下荷包 有兩樣東西 所以這個待會 去到第四節 我就會跟你詳細說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但是就是說 香港的寺廟 我經常說 我提出了一個建議 我曾經說 我都是公開地呼籲過 寺廟應該建立它的社會功能 譬如你住洪磡區 就有個洪磡廟 你住長洲就有個北帝廟 你住天后就有個天后廟 其實每一個區都會有個廟 深水堡區有個拿渣 三太子廟 或者有個關帝廟 實際上這些廟宇 我已經除了大家 是用來做一個拜神 拜神就說民間信仰 就是拜偶像 你覺得這個神 我現在裝了香 和祈禱 神就會保佑我 這就是一個民間信仰 在我們中國人 讀書人士大夫階層 或者是我們去讀書名里 什麼叫做保佑呢 保佑就是行善職德 福須未至和以遠離 和須未至福以遠離 是吧 當我們行善職德的時候 福氣還未來 但是和已經走了 當我們做壞事的時候 和須未至就福以遠離 福已經離離而去 所以真真正正就是 為什麼古人他會讀書名道理 古人他都有反對別人 那些愚夫愚婦 不要迷信的 讀書的士大夫階層 是最反對別人迷信的 是吧 甚至宋明里學的時候 更加誠意正心 誠意正心 宋明里學是臨危一死報君和 一夜拍戲 臨危一死報君和 他們是那種好仰好然正氣 是吧 是這一種的狀態 而不是說 我走去廟那裏 我裝著大香 點個塔香 接著觀音菩薩會保佑我 接著呢 菩薩一會我去砍油 保證我 一直砍得順利 不要刺刀 不是這樣的 是行善職德 才是真真正正的 你會得到好的東西 所以 寺廟 它應該有什麽功能 或者這些廟宇 寺廟的人就會聯想到 寺廟有和尚的那些 我是說有廟足公那些 是吧 就是廟足那些 可能它是私人的廟宇 它亦都可能是 就是華人廟宇管理委員會 投標那些 除了 我經常說 除了 日頭 你是做莊香拜神 賺食的時候 晚上 你可以成立一個義工的團隊 去將廟宇 變成一個社區學堂呢 嗯 去令到那些 師奶 阿牧 甚至是一些人 它變成一個社區的學習 因為有神明在這裏 那些人就不會講是非 是吧 難道你去到神面前 牛頭馬面又站在那裏 你去講隔壁屋是非 即是歐利根就有你份 是吧 那你去學一下 諸子自家格言 學一下一些 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道德的東西 甚至是剪子班 是吧 學結個吉祥結 不要講到這麽高深了 興趣班 教人做蘿蔔糕可不可以 是吧 就是這麽的道理 好了 都是的 其實真的需要維繫一下 社區 社區的關係 是的 你想想現在 你認識 你認識不認識 住你隔壁的人 是的 沒錯 現在那個倫理就是疏落到這個地方 所以便沒有人關照 我們中國人最講的是 隔壁倫社大家守望相助 是的 如果你能夠寺廟發揮這一個作用 的時候 其實整個社區便共融 現在經常說社區共融 那為什麽不以寺廟 或者以這些廟語做一個基礎發展開去呢 變成一個社區的作用 而不是純粹在那装香拜神搞迷信活動呢 這個迷信的意思不是說你拜神就一定迷信 而是你覺得我裝了香 扣了頭菩薩就會保佑我 這叫迷信 全部都是我 是的 沒錯 全部都是關於我的事 如果你明道理去裝香拜神 這個就不叫迷信 明道理裝香拜神 這個叫做有敬畏之心 是嗎 經常古人說聖人以神道設教 聖人以神道設教 他通過宗教的手段 通過這些祭祀的手段去行教育 去行教化 令到大家更加凝聚力量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廟語的作用 譬如古時候 那些襯墟 一定會在廟語附近有個屎集 廟語裏面一定會有一把秤 那個秤就叫做公秤 公秤的意思就是說 當如果你覺得 襯墟裏面賣菜那個 賣雞那個賣鵝那個 賣鵝那個 握秤 你就走去廟裏面 拿他的公秤來秤 秤完之後 原來欠了二兩的枕頭可以回去 沒錯 所以廟語就是有一種公正 以前蔣老衛要浸那個 夫人夫人夫人 要去祠堂判他 要押去祠堂在祖先面前 你不可以說謊 因為他們信還有神明 還有祖先 敬如在神 木如殿 大家還有一個敬畏之心 今時今日西化去反這些東西 甚至西方學說進入的時候 就把神主牌拍斷他 這個神主牌實際上 它是一種像型 是一個圖騰 它是什麼呢 這個神主牌這樣的樣子 實際上有些人就說 它其實是男性的生殖器官 即是自己的生殖器官 你也拍斷它 這樣就不行了 聽到都痛了 這個就是 你怎樣去 將我們中國人的 宗族倫理 妙語社區 那個關係重建 這個就是文化的核心 你有了一個社區 有了一個宗族 這個文化就得以保存 如果你沒有社區 沒有宗族 沒有文化 你純粹就說 我要搞個學班 大家讀第指規 那這些都只不過是奇淫技巧 奇淫技巧 是一些浮面的東西 你不會做到一種叫做潤蜜細無聲 教育是用潤蜜細無聲 是一種滲透的 是啊 所以你的廟 我相信 如果這個廟宇能夠發揮到 好像一個大家庭的作用的時候 你又不需要再受香火 是不是 個個都想你好的 我們就是講的行天命 如果你把這個地方供養出來 你就行天命 這個就是防屍 你經常說防屍很難 防屍一定不難的 無財七師 最後一個師 叫防屍 就是把自己的單位 把自己的地方供養出來 捐出來 去做慈善福利的東西 同樣道理 你的廟宇很辛苦 投標投回來的 都是花錢的 燈油火納也是你自己自負盈規的 除了日常 你要賺錢 買香燭做法事 香油箱 你賺了錢 但是晚上 你可不可以撥兩個小時出來 做社會福利慈善呢 其實我相信不難 如果一個禮拜兩三天 你也不需要去專門約一些所謂的道賞 來去介紹個廟宇 我覺得要得道賞是很可悲 為什麼可悲 就是因為沒有人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你才要培育一些所謂的人才 去介紹給你 當隔壁輪社 個個都認識 老人家個個都認識的時候 隨時開口便是道 這個就是唐三藏水西經 這個就是四大天王 這個就是三梁教子 這個就是捨身自虎 二十四孝逐個逐個說出來 遵遵到每個人 未未到來 這個就是社會教育 這個就是家庭教育 這個就是香港中族倫理的和諧 所以一個廟宇 你說作用是多大 是的 是不是 還有就是 現在你可能見到 譬如政府裏面 有些搞一些NGO 有些社區中心那些東西 但是廟宇這件事 其實不能夠被這個社區中心取代 當然啦 社區中心是硬滑滑死的 因為它只是 可能聚在一班人去到這一刻玩 沒錯 但是這個廟宇 還有一種教育的意義 有個莊嚴性 有個神性 其實大家不要再透支 甚至是再去糟蹋傳統文化 如果再透支再糟蹋 甚至去污衊傳統文化 觀音者庫都是古來就有的啦 那你就把中國最好的東西 在那裏跟他抹黑水 人家就會覺得 嘩 中國人當然是這樣 所以人家就看你不起 覺得中國人就是貪 你看那些借庫的人 嘴臉多貪 實際上不是的 中國人是一方有難 十方支援 你看香港人 華東水災民村大地震 香港人多善心 一呼百應幫多少人 其實我們香港更加適合做一個文化基地 去傳播正確的傳統文化 這個是香港的轉型 就由經濟 其實說真的 香港如果不懂得轉型的時候 未來都會出現一些危機 那倒不如在現在適當的時候 又透露天璣了 在適當的時候做一個文化的轉型 培育甚至是發展社區傳統文化 這樣我覺得你的凝聚力 更加有一個叫做香港人的自我認同 其實都是 香港人本身都 那些善心都還在到 是的 沒錯 但是可能就是我們需要培育一些 大家一個共同的一個正能的想法 或者說一些倫理的關係 一些大家共同有的一個信仰 是的 以前就叫獅子山下精神 是的 即是同舟共濟 但是現在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能夠感化周邊地區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你就唯有用文化 我們是華夏正統的 我們要繼承這個 我們香港人是可以接到華夏正統的 我們是可以拿到這個文化的核心的 那不可以給台灣專美的 我們香港都有它的獨特價值在 那我們可以繼承這個華夏的正統 我覺得也不失為過 對嗎 那下一集 下一節 我們就 我有些大踢爆了 嘩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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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來了 開始更入獄了 入獄了 好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見 了